我们上节课呢讲了这个树叶上头的割的汁 我们继续来编织 把这个组合阿兰的组合花样呢编织完成 那我们现在到哪了呢 我们看我们上次编织到这个地方了 我标示一下第三号 然后呢这儿针三针反针 遇到这个树叶花形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着织左上扭针交叉针 那也就是针套插入第二个里头 织一针下针 然后不拿出来直接线绕上来 再织一针反针 这就是左上扭针交叉针 然后一针反针 中间这个地方这是织扭针 然后左上针 然后呢我们织右上交叉针 那我借助这个麻花针 把它放在前边 我们后边这一针呢 先织一针上针 然后这个呢织一针扭针 从后边这个套里织出来 这就是右上扭针交叉针 织完了看这个竖形 织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继续织反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我们就又到了麻花这个地方 在这边 看我们呢 现在又开始织这个麻花针了 开始 在这儿织右上两针 交叉针 那我们拿下来两针 放在上边 先织后边这两针 一针 一针 两针 然后 织这两针 一针 两针 这就是 右上两针交叉针 织完了以后 我们紧接着到这儿了 好 缩小一下 看看 我们到哪了 织到这个 这是右上两针交叉针 然后织到这儿呢 是左上两针交叉针 中间呢 就是织正针 一针 两针 这边呢 我们留四针 这个中间是四针 三针 四针 然后是左上两针交叉针 那我们就把这两针 放在后边 先织左边这两针 然后再织这两针 一针 两针 这就是左上两针交叉针 就我们这个花形该往里拧吧 然后是粉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看 你看着这个竖形 这时候又该织扭针了 扭针交叉针 插进第二针 织一针 第二针这样插 插到后一个套里头去 织一针 扭针 然后针拿上 线套拿上来 织一针上针 这是左上扭针交叉针 然后反针 扭针 一针反 再织 这个右上扭针交叉针 我们先织这个上针 然后 把这个套套回来 织一针扭针 插进后边这个套里头 织一针扭针 这就可以了 紧接着 见什么针 扭什么针 反针 反针 这边针是一个戈的针 那我们就扭针正针 好 翻转之物 紧接着 我们就是 预着反针 扭正针 这是边针 然后呢 见什么针 扭什么针 两针 我们看 三针 然后 下针 然后 反针的扭针 照常之 一针 两针 三针 然后麻花这个地方呢 见什么针 扭什么针 全都扭上针 因为我们是在反面 这是中间这个麻花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我们又来到这个树叶这个地方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正针 两针 三针 这个地方 树叶这个地方 是上针的扭针 一针 然后两针下针 这又一针扭针 上针的扭针 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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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针 上针的扭针 嗯 你边织呢 你边double check一下啊 这是扭针 对了 扭针扭针 中间隔两针 对吧 然后继续 一针 两针 三针 这边上是边针 割的针 我们割的 尖上针 之下针 三针 一共是 好我们织完了 翻转之物 嗯 这个树叶花形呢 继续拧 一共拧了八次啊 记住这个规律就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织 见着反针之下针 三针 边针割的针 然后是见着反针 之反针 一针 两针 看到了吗 这时候呢 我们又要织 左上扭针交叉针 扭针交叉针 注意啊 要拧着针 从这儿插进去 拧着针 然后上针 好 把它脱落 这样就值得是扭针 然后一针反针 两针反针 扭针 一针反 两针反 扭针 你织了两组 竖形了以后 你就熟悉了 就不用看图了啊 你就会织了 两针 三针 我们又来到这个麻花 花形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这行了 刚才这织错了一流绳啊 我倒回来 这个扭针啊 这儿织了个扭针 这儿织了个扭针 对吧 嗯 值得上针扭针 然后呢 一针下 两针下 三针下 这时候我们再织上针的扭针 好 我们翻整织物 一针下 两针下 全部织下针 嗯 翻整织物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现在织这个疙瘩 织疙瘩 织疙瘩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看 这是左上扭针交叉针 所以说我把这针拿下去 我放在后边啊 然后在这个扭针的这个上头 是不是在这个织扭针织后线套啊 然后首先呢 我先绕一针 然后插进这里头来 再绕一个圈 啊 然后呢 将这两针 插回来 左棒针上 这个针 线套别下来 在这里挑出一个线套 然后脱落 这是一针 再来一针 绕一圈 插进来 织出一针来 不脱落 把这两个线套 放在左棒针上 依然的不脱落 再绕一个线套 挑出一针 这时候脱落 这是两针 然后再绕一个线套 准备第三针 插进来 绕线 挑出来 将这个两针 放到左棒针上 再绕线 挑出来 脱落 现在我有三个线套了 在这圈里挑出来的 然后继续 绕线 插入 绕线 挑出来一个 把这两针 放在左棒针上 针不拿出来 绕线 挑出来 脱落 现在我们就有这四个线套了 对不对 有了四个线套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讲这针脱落 脱落了以后 把这四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总共 从这个洞笼里 我们刚才挑出来四针 穿到这个左棒针上 然后绕线 出来一针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小疙瘩呀 小疙瘩以后我们需要固定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在这个后边 看 在这个后边 它这个反针的这个套套里头 最好是调两个线套 调两个套出来 稍等我看一下啊 调这么 线套 调出来了以后呢 在这里头织出一针 然后再拨收 把这个线套 把它给拨收 拨收了以后 这就相当于固定了 这个疙瘩 对不对 织完了以后 我们再织这个上针 左上扭针交叉针 我们只织了一个扭针 把这个上针这个织完 好 看 那么现在在这个竖形上的这个小疙瘩 我们就织好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继续 继续 然后一针上 两针上 三针上 扭针 一针上 两针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又到 右上扭针交叉针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上针织完 织完了以后 把这个套回到左棒针上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要织扭针了 在这个后边 扭针这时候 我们又要织小疙瘩了 织小疙瘩之前呢 我们首先绕线 然后穿进这个洞洞里来 再绕线 挑出来一针 然后把这两针 穿回到左棒针来 然后绕线 挑出一针 拨收 这是在这个套套里头 形成的这个一针 一个套 我们要这样四个套 继续 绕线 穿过来 挑出来 把这两针 放到左棒针上 然后绕线 挑出一针 剥落 这是两针 再绕线 挑进来 绕线 穿出来 两针 放到左棒针上 然后绕线 拨收 这是这个套套里的三针 我们再来 绕线 从这套里头穿进来 绕线 挑出来 然后左棒针这两针 绕线 绕线 挑出来 剥收 这一共是四针 对不对 这时候我认为 割的够了 就四针 那我就把这针脱落了 脱落了以后 我们看 我们讲这四针呢 一二三四 看到吗 讲这四针 我们放在左棒针上 针不拿出来 我们绕线 然后呢 我们把它 剥收 这又一个小疙瘩 对不对 小疙瘩我们要固定的位置挑 比如说我挑在这针上 我就织一针 下针 然后呢 将它剥收 这个小疙瘩 是不是就织好了 两个小疙瘩 好 我们接着看 就这小疙瘩按照刚才的方法 在树叶上我们都织好了 那么呢 在这个图解当中啊 基本的针法 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 这儿麻花是两针 左上交叉针 右上交叉针 然后这边呢 这个树形花样呢 我们用的是 左上扭针交叉针 右上扭针交叉针 然后还有这个小疙瘩的织法 好 小小的画片 我们介绍了好几个针法的这个 实践用法 那我们的演示就到这儿了 好 朋友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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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